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根据新州日报报道, 瓜拉姆拉县一名36岁警官以及来自华林县的53应议男子, 官病检测报告皆呈阳性。 卫生部总监拿督诺西山今天下午近5pm时。 在Facebook发布疫情数据, 同时贴出照片, 证实击打有二宗星确诊病例, 而这二宗确诊病例, 都和Shirvah Ganga感染群无关。 诺西山在文告中提及, 这两人是基于出现症状。 而在一个医疗中心检测后发现确诊, 这两宗病例并没有任何关联。 另一方面, 吉打州卫生局长默哈莫菲克利也已向新州日报证实, 吉打州的两名确诊患者, 分别来自刮拉姆拉吉刮拉吉。 第, 刮拉吉底个案纳入华林县记录。 在这之前, 警方消息已传出, 素未谋面的这两人, 本月十日不约儿童, 因身体不适到双溪大年搬台医院求医, 并接受冠病检测, 报告今日出炉, 正。 十两人接确诊冠病, 他们随后被卫生局官员送入苏丹后巴西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据之, 该警官住在班纠湾城镇, 应一男子则住在刮拉吉地。 卫生局目前正在调查他们曾到过的的区, 已及曾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者, 从家属和同事开始排查。 此外, 班台医院、 警局、 居留所及患者住家等相关的点也要消毒。 预查看更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新闻, 可以点击此链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